Hello 大家好 這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APO Summicron R 90mm 二光圈鏡頭 首先講一講這支鏡頭 它分別是有 APO 的功能 以及有 AS Pitch 至於 APO 的原理是甚麼 其實 APO 是將三元式經過玻璃時 會同時到達一點 因為三元式經過玻璃時 普通來說是會分開的 而 APO 技術是令到三元式同時到達同一個地方 變成實在的感覺會很強 就是你看到甚麼就拍出來是甚麼 最初是用在軍事用途 後來才轉了在民用 尤其是在長焦距鏡頭 發揮的效能就更加高 至於 AS PH 飛球面的設計 是令到整體畫面光暗比較平均 所以 APO 加上 AS PH 有人叫它做 AA 其實效果是相當不錯的 畫面光暗平均 顏色鮮豔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其實這個同樣的鏡頭 是在有 M 鏡頭方面都是一支的 但是 M 鏡頭不同的地方 就是 M 鏡頭可能會對得不太近 因為最近只有 1 米 而這一支 R 鏡頭可以對得比較近 最近對焦距離是去到 0.7 米 有時對一些物件的近攝 發揮是比較好一點 另外就是它生產只有 2000 支 到 2009 年 所有的 R 鏡頭已經停產 變成這支鏡頭也沒有再生產 到現在不會再找到新的鏡頭 要找一支有舊的鏡頭 這一支其實是一個很珍貴的鏡頭 至於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我和大家現在去看看 介紹一下這支 90mm APO 鏡頭 它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這個就是日本的晴空塔 當時是下雨的 看到有些雲霧在這裡 細緻層次都會見得到 而塔的細緻位置也看得很清晰 這個是在路邊 看到有個小擺設 挺有趣的 我就拍了一張小品 因為其實這支鏡頭 它是 R 鏡頭 比 M 鏡頭對得比較近 以90mm來說 這支對度 0.7mm 也算不錯 所以可以拍到一些比較小的物品 當時的天氣是一般的 有下雨 擔著那支鏡頭 其實也挺順暢的 幸好拍出來的效果也很理想 我用低角度拍一條路 你會看到那支鏡頭 你會看到那支鏡頭 從前鏡頭到中焦位置 再到後鏡頭 那支鏡頭是很流暢順滑的 這支鏡頭 不會說突然間有個位置 突然間有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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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個情形 沒有這個情形 這支鏡頭 也是一個小品 拍攝一下 當時路邊經過的小樹仔 看到一些水點 一顆粒水珠 很清晰地看到 形狀是怎樣 是不需要猜測的 這支鏡頭是一個車展 雖然這支鏡頭是黑色的 但也看到它的轉彎位 形狀 以及一些光暗位 這些反光面 這些細緻的 這支鏡頭 你會看到 剛好有個路邊有人經過 看到他拿著把傘 我一拍下去 其實那個 我放大一點給大家看看 皮膚的細緻度 是挺嚇人的 APO就真是 細緻度 沒有得輸的 還有顏色和膚色 這個這麼巧 路邊有一個 賣手袋的店 這個應該很有名 香港也有很多人用的 他剛剛放了不同顏色的手袋 有紅色 藍色 黃色 這些幾個三元色 其實色彩還原很高 還有那個 反光位的細緻度 完全有交代 現場氣氛也出得很好 我隨便在街邊拍一拍 這個是有一個圖人經過 我看到他擔著把傘 有很多水墊在傘 這些細緻 完全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在日本的新宿 剛好有兩個日本人 他們吃完飯出來 看到我 搭了腳架 以為我在這裡擺攤 找食 其實我是在拍影片 在介紹自己的東西 不要緊 我幫了他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電郵給他 他也很感謝我們 你看到當時的散景 雖然這支是比較現代的鏡頭 但是散景方面 也有少許的角色 你看到那些波波 也有的 只不過當時的環境太暗 ISO推得高一點 就會增加了一些氣渣 其實我只是一個圖人 幫我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他說很漂亮 我都發了給他 這個就不是日本 這個就是在香港 當時的 較早前 有一個運動會 有朋友邀請我去幫忙 拍一下照片 我拍了出來 其實對之位是對這裡的 也好像剛剛之前那張照片一樣 看到過度是很自然 順滑的 這個就是拍跳遠 這個就是在大戲後台 其實光差力很大 在化妝鏡之前有些燈 花彈的 妝和顏色都很出現 加上頭顏色都很出現 你看到真是 細緻得有點嚇人 光差很大 但是不會因為這樣 會太光太暗 也沒有這種感覺 這個也是一個大戲的後台 剛好這裡有眼燈 剛剛射下來 那種感覺是挺有趣的 同樣也是 你看到現場氣氛也很好 就算色彩還原 各方面 都是非常平均 這個也是 還有這個鏡子 藍色 這些藍色 其實都很難出得到 當時的感覺 但是這支鏡子 拍出來真的 能夠出現 完全有交代 你們說這個是 再早一點 那時候是聖誕來的 雖然都說 這個是一支現代鏡子 就不會像之前的老鏡 那個散鏡 那麼有角色 相對來說 其實散鏡也算是挺漂亮的 後面又是有一些燈 出來的那個 都很繽紛燦爛 這個同樣都是 同一日拍的 是一個聖誕的服裝 這個就是日口戶外 這個看到 不同的草木 其實綠色都有分別的 這個就很鮮明 這個是一個淺綠燒 比較幼嫩的植物 後面比較老色 這個顏色的變化 是 很有 很看得出來的 一層一層 這也是那一天 看看這些雷屎的位置 你也看到很多 很多細緻 這支鏡我們就介紹完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希望你給我們一個like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